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了 美军的战略轰炸机 曾经接近黄海 那面对美国空军的战略威胁 中国大陆空军副司令员贾志刚 在珠海航空展当中 曾经强硬地表示说 解放军将会打造 强大战略威慈力量体系 那么大陆的军事专家宋忠平 就解读说 贾志刚的这番发言是暗示着 解放军在不久之后 会推出轰-20隐形轰炸机 来对抗美国预定在12月 要推出的B-21 这个突袭者战略轰炸机 中方现在要推轰-20隐形轰炸机 好像要锁定的是B-21 黄老师你怎么看 从目前我们所取得的资料来看 这个轰-20 它可能配备了哪些先进的技术呢 以您的了解 技术我现在没有看到 什么公开的资料 但是我要回归一个本质 这种轰炸机 基本上不是战术 是战略轰炸机 对不对 1999年炸管事件的时候 美国是从路易斯安那的 怀特曼基地 多少次空中加油 飞到南斯拉夫精准打击 今天我就算有那个飞机 我没有空中加油技术 我中间所有的 这个到达那个打击区的 这个配套我都没有的话 我怎么把它变成战略轰炸 战略轰炸机 这些战略轰炸机 基本上要达成战略上的效果 那么我觉得不管它是copy 或者是别人要有的我也要有 或者是说不同的中国大陆的 国有的飞机制造商 为了要自己的生存 一直在开发新的项目 这些我们通通把因素放进去以外 放进去之中 我们再来看 其实有一些单件的 单机的 Prototype 预作试作的 那些要真正变成 一个真正有吓阻力量 或者一个战略轰炸能力的 一个机群 达到战略效果 那条路是蛮长的 不是因为它可以造这个飞机造出来 就有那个效果 大家考量的是相关 它旁边配套的 我会引行 但我空中加油 没办法加到我要打的地方 我引也没有用 对啊 那可是看到说 美中两强现在纷纷推出 他们这个新型的战略轰炸机 靖哥您觉得 观察两国在这个战略空军上的竞赛 您比较两军 我首先要这边承计一个观念 在传统的军事思想之中 战略空军是各打各的仗 没有什么对抗 但是战略空军是执行战时的任务 要能够支持国家整体的军事战略 无论是平日所进行的战略吓阻 或者战时的实际的用兵 第二个就承认刚才黄老师所讲 能够在这个战时的时候 野战用兵的时候 能够遂行它的军事任务 所以战略空军不光是只有轰炸机 它也有远程实施运兵作战 还有空中加油的其他配套的军种 还有相关的指管 通勤 空中 太空联系 这些通信一大堆的东西都在一起 所以不要把它载化成战略轰炸机 我们要知道所有之中要有所谓的作战性的 杀伤 必须能够产生军事的意涵 而且要造成政治的影响 政治影响它才叫做一个战略的空军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还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切入 假如说能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 全球性的战略空军 就是要在野战用兵的状态的时候 能够保证行动自由的政治条件 也就是它可以运用或者跨越公海盟国 或者通过中立国的空域 实施火力投射或者空运或者加油 所以很多人只想到说 我们运用海洋或者如何如何 诸位你即使运用海洋 你也要有海外的基地 也要有海外的布局 或者你要借到经过哪里 通过中立国的盟国的空域 实施战略打击的任务 所以要成为真正的全球大国 不是靠你推出一个轰二戏就可以解决 这是我们必须要一再的强调 它有很多政治的配套 所以要强就必须是大国 要大国就必须走向全球 所以在这个地方之中 你能够如何在政治上完成全球的布局 然后去拉这些 就是拉这个盟友 我认为所有中国大陆居迷的朋友 好好去看一看抒情跟张仪的联恒和合作 因为现在美国跟北京跟华盛顿的对决 两边就是一个要达成合作 去围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最近发起了一连串的外交攻势 就是联合用张仪之策 希望去破这个局 那同样将来贾瑞要建立战略空军 你需要的不光是自己 还需要有盟国跟中立国可以借到 所以来看一下中美两强的竞争 要多看一下纵横加的理论 那刚刚提到说 在这次的俄乌战争当中 这个无人机的所扮演的角色 非常的吃重 那这次的珠海航空展的一个亮点 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中国大陆 所研发的无人机的科技 其中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十一院所研制的这个彩虹漆 备受瞩目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具备了持续侦察 还有这个警戒探测 防空压制作战支援 还有发射飞弹的能力 另外制空时间 就是停留在空中的时间 可以超过30个小时以上的 TB001A双尾歇A 也是解放军 那么常常在这个台海周边 还有穿越这个公国海峡的利器 我请教一下老大 珠海航空展上面出现这个 中共的无人机 您的评估未来 我们刚刚讲到这两款 至少这两款 哪一款对这个台海的威胁 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其实在这一次珠海这个航展当中 中国大陆是展示很多不同型号 不同类型 不同用途的无人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 它除了无人机以外 它也出现了很多无人的地面装备 无人的海上装备 所以你只说哪一款无人机 对台湾威胁最大 这个是见数不见零 你要知道中国大陆是当今全球无人装备 研发生产与应用的大国 中国大陆是这样 如果在最近50年才有的东西 中国大陆很强 你说一两百年前 西方已经开始 就像刚刚讲那个 这个发动机 这个中国是很累的 但是在新的东西 中国很累 所以在无人机方面 你要知道美军最注重的 对峙航展 注重的不是无人机 是注重的新型两栖战车 无人的新型两栖战车 无人的新型两栖战车 那这个两栖战是在登陆台湾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就说 台湾海峡未来要面对的场景是什么 大规模无人化的武器装备 海鲁空都有 然后配合有人武器装备 甚至完全是无人化作战 这样的一个场景 是我们要那个 所以新年来讲 就是我军要如何有效应对 它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 也是一个很急迫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不能再讲 哪一个哪一个 对这个那个不行 就考虑整体无人作战 这个智能作战 这个情况该怎么应付 我顺着老大这番话 我就进一步请教委员 就是说 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不只是无人机 无人船舰 甚至将来也许有无人飞机 这个就是一般的这种战机 无人化的作战 就是未来是不是成为作战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形态 那以我们的了解 台湾这边的话 因为台湾也在发展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嘛 那对于这个未来的战争形态 既然有一些转变的话 您会观察未来的一个态势 会是如何的发展 无人机对台湾的威胁比较大 那个船舰事实上还早得很 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两型 像这个双尾鞋就是属于很重型的 它最大可以到1.5吨 所以我们一般看就是续航力嘛 攜带的弹药量 然后它能够飞多高 然后是不是真打一体 那个侦测的准确度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俄乌战争就有 用无人机来做战场的侦察管理 对 已经发现这个 然后再做攻击 那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说 这个它如果用无人机不断的干扰 我方的雷达 那我们会不堪其扰 因为可以做得非常小 而且还有风群作战 如果风群作战 事实上也会造成相当大的困扰 等于是像布了一个网的感觉 是啊 像上千支 事实上你已经看到 双拳难抵四手 对啊 饱和攻击 那就会浪费掉你的飞弹 比如说你到底有多少飞弹 可以打空中的攻击 那如果来的都是无人机呢 而且他现在还要把他的那个 报废的飞机改装成无人机 所以那个就是要耗费你的飞弹 是 是 所以基本上现在面对无人机 真正的就是这个 反制之道是完全是 袭杀别人管制无人机的指管 供给系统 就是完全割脑战 那至于无人舰船呢 我觉得有一点大家都是 大家观察这个是最大的盲点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条 这个战舰的定义 无人舰舰 将来在海上作战 跟战争法规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会怎么样 因为它不符合 那边就会出现了